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这两天中纪委又开会了 级别非常高 习近平亲自出席全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希中纪委书记 代表常委会做了工作报告 名字很长 突出的是习近平 突出的自我革命 推出高质量发展 那么这次全会 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政治忠诚 政治安全 还有政治隐患 整个的反腐斗争 和政治这个词 已经紧密的关联到了一起 可以说是两位一体 习也一直在推动反腐 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成就 那在这一次的全会上 习做了一个特别清楚的说明 后面一个阶段 反腐的重点是什么呢 叫七个有之 严惩 政商勾连 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主力行为 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 权势团体 向政治领域渗透 深化政治 金融 国企 能源 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 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负集领域的腐败 清除风险隐患 这一次开会之前 央视做了一些配套的呼风唤雨的工作 那就是配合这次全会 在专业电视台又播出了反腐的系列片 其中的一些人非常有代表意义 也是和习这次讲话 特别的严丝合奋 那就是政商勾连 尤其是高级别的官员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里面最有意思的 级别比较高的是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 那范一飞是2022年11月落马的 他也是20大之后被查处的守虎 范一飞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要聊他 一个是级别高 再一个他存在大量隐形的 变异的信心腐败 利用金融市场的所谓规则 作为掩护和幌子 实施权钱交易 范一飞在金融系统干了40多年 从银行的基层员工 逐步成长为领导干部 他还曾经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上海银行董事长等多个要职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业务干部 只要搞好业务就行 他认为自己懂金融有能力 甚至可以规避有关的法律条文 可以自己打造一条 又可以当官 又可以发财的双赢之路 那他怎么办的呢 如果有商人到他办公室拿钱去 他肯定不要 他肯定不要 他也太过分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肯定不要 但是 他的电视片里自己说 如果是采用股票等方式 而且不是直接给我本人 而是给我家的人 那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范一飞说 我就是动这些脑筋 动坏了大局 给弄进去了 他是怎么弄的呢 非常典型的生财之道 就是他让他弟弟 范坎 经营一家投资公司 对吧 投资公司 很多商人和范坎合作 看重的就是范坎的哥哥 范一飞 这里边非常非常的典型 那他弟弟搞投资公司 那就和很多商人 装模作样的签一些投资协议 实际上签了以后 就是一张废纸 等于送干股 说这个范一飞的弟弟公司 说我投500万 占10%的股份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这500万 他也不出 别人就送他10%的干股 就得了 这也是这个业内 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手段 这里面一个人 观点名字叫刘琦 比如说刘琦 是承接手机银行项目的时候 范一飞就让刘琦的公司 和他弟弟签约 收购了 然后他弟弟收购刘琦公司的股权 实际上 范一飞和他弟弟 一分钱都没出 白收了干股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 就是刘琦这次也进去了 也进去了 另外为什么中纪委说 范一飞的案子很典型 这种隐形的 很曲折的 不容易被发现 甚至有些灰色地带的 这种做法 越来越普遍了 没有人上来就给你送钱 那也太low了 你看刘琦怎么搞 这个范一飞的 那就是 主要是要让 关系对等人 就是范一飞这种人 要确保他在和我的交往过程中 获得快乐 我会迎合他的爱好 跟他一块做这件事 你看做生意就是做人情 甭管抓的没抓的 大家都是看这个路子 你谁如果谁不会不把自己的大客户策划呢 任何生意都这样 那范一飞喜欢做啥 范一飞喜欢音乐 刘琦就给他送高级音响 还经常请范一飞去听音乐会 排他一块欣赏音乐 范一飞喜欢高尔夫 羽毛球 乒乓球 刘琦就经常约他一起打球 如果知道范一飞想吃什么 对啥问题感兴趣 刘琦就提前做好功课 陪吃陪聊 那甚至刘琦生病住院的时候 范一飞生病住院的时候 刘琦每天贴身陪护 连范一飞的秘书都惊叹不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打点好领导 首先要打点好领导身边的人 领导身边的人是谁 那就是他的秘书 所以范一飞的秘书李果 也被这个商人刘琦拉下了水 就这个秘书 他都接受刘琦的贿赂上千万 现在也被审查调查了 你看刘琦和范一飞的这个例子 就是特别典型 这让人想起什么了 这让人想起我曾经深度解读的红色赌盘 所以红色赌盘这个书 真是千古七书 他写的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事 就是胡温时代 但是放到今天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那个故事都不带重样的 连细节他都很相似 你比如说在红色赌盘里面 这个段友红和沈栋 为了拿项目去伺候这个 号称天下第一处的这个处长 这天下第一处是谁呢 是民航总局的一个处长 他就管啥 他管全国的机场基建项目 那沈栋和段友红 当时我拿下他 他们整个公关部 大概五六个人 只有一件事 就是伺候好这个处长 你去人家办公室送钱 肯定没信 那要考虑人家喜欢什么呢 这个处长喜欢中国古典文学 张口就是李白杜甫 段友红是山东某个师范大学学中文的 段友红就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张口不是李商隐 就是王志焕 给这个处长聊的 心花弄放 聊着聊着 没准人家主动约你吃饭了 这种情况下 事情就成了一半了 那为了伺候这个处长 沈栋的公关部 一个人在处长门口 伺候两三个礼拜很正常 上班早上处长没到的 你先到那儿 在那儿坐着等着 下了班你陪着吃饭 打球 唱K 听音乐会 晚上还要把他安全送回家 所有的人就是为了伺候这一个处长 你看这和这个 反腐片里边 这个商人伺候范亦菲 有什么区别 根本就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我们还记得当时在 这个沈栋写这个红色赌盘的时候 后来他又接受自由亚洲之声的这个采访 他提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权钱交易这个事情太普遍了 你不用说做这个房地产 做这个机场开发这种大项目的 你就是找个三四线城市 你街面你开个面馆 做饺子 做山西拉面 你也得给分馆的派出所所长 城管的队长 你得打点好对不对 不打点好他天天骚扰你 或者是有治安问题流氓打架了 他不来 你这个饭馆还怎么开 所以他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不是一个个案 这也是为什么 越打越俯 越反越俯 搞到今天已经无法收拾的局面 没有了范一飞 就有李一飞 王一飞 张一飞 抓是抓不完的 关键的问题是你能做到这个程度 有好多人跟你投资 好多人在你身上投了人情 你到了这个位置上 你总要回报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从根本的制度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习近平也摆脱不了这个嫌疑 那就是别人说你是选择性反腐 因为你自己也说了把政治忠诚和反腐的两个事结合起来 你把它结合起来 摆明了就是要选择性反腐 那意思就是政治上忠诚的没事 政治上不忠诚的我才要收拾你 这一点和中国社会给外界的最大的担心是一致的 那就是没有法律 没有法治 何老板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先别聊民主 先解决法治 这样的话 大家有个安全感 才好办事 另外这一次的这个开会 还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 侧重什么呢 侧重加大对行贿者的惩戒力度 以前当然行贿也属于犯罪对吧 但是习近平亲自出来讲 中纪委的报告里面亲自出来讲 把行贿这个事情要加大力度 这事就麻烦了 他也有无限扩大化的可能 因为行贿这个东西 你往窄了说 只有给国家机关的国家公务人员送钱 那才叫行贿 对吧 而且不止送钱 那个王雪冰跟那个著名的演员许晴 是吧 人家睡上了 你这种这种这种床上的腐败 你查不查 对了 说起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央视纪录片里面 不聊这个事了 不聊这个这个这个床上腐败 都聊钱钱钱 实际上钱色都是一体的 有几个是只有钱没有色的问题的 没有 但是不提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普遍了 再聊这个事情 就动摇军心 队伍就不好带了 也会让人拔起萝卜带起泥 别人就会说 你又说我怎么的 那张高丽你怎么不吵 人家这个张高丽的女朋友都公开举报了 在这个微博上 说说张高丽把他干了 而且他老婆真的开门 是张高丽和他老婆联合作案 那你这个你都不动 动员整个国家 国家机器为他辩护 对吧 还动用外媒联合早报 为他洗白 那这怎么弄 所以这一次就不提床上那点事 就谈钱钱钱 那这种情况下 行贿这个事情如果扩大了 那就是想搞谁就能搞谁 说白了 刚才举的例子 你开个面馆 你都得给派出所送钱 你去个医院 你敢不给医生红包吗 动手术啥的 你不动手术 你爹妈动手术 你敢不送红包吗 红包这个东西 严格说来 他也是行贿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 已经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样子的情况下 有很多人不是不得不行贿 你敢给自己这个父母要动手术了 你不塞钱是吧 你敢吗 另外你不但要塞给主刀的大夫 你还得塞给麻醉师 塞给护士 所有的人你都得打点刀 护士 麻醉师一场这个手术下来 你这是十年前的价码 你至少得给两万人民币 人家也不一定收 但你一定得给 你不给啊 这事就麻烦了 那麻醉这个事情 到时候要少打一点 多打一点 他故意不给你打 这种情况 那多多的是 你家人就受了罪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是被迫 被逼 被逼行贿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说不清楚了 那所以今年的这个 中纪委的会啊 这个报告里面要强调 要严打这个行贿 这也让这个事情 充满了一个不祥的预兆 那基本上就说明 要想打谁打谁的这么一个态势 另外这次中纪委的这个报告啊 开会啊 对几个人啊 只字不提 李上福 只字不提 对秦刚 只字不提 我本来以为啊 这次中纪委开会 总要给这两个事情 一个结论 没有 没有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讳谋入身 仍然是 谁也不敢问 谁也不敢打听 就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一个正常社会需要的 法治 公开化 舆论监督 连影子还没见着 所以啊 习近平要在选择性反腐的道路上 狂奔下去 狂奔下去 那我刚才讲的 你看这范业飞这个事情啊 这些事情 人家红色赌盘早就写过啊 你还把人家的书给尽了 是吧 另外 这两天还抓了一个那个谁 中国足球队那个主教练李铁 李铁我太熟了啊 这帮孙子 特别有意思 特别典型 他为了当国家的主教练 套了三百万 但当主教练也是一个字的书 输了到最后也下课了 习主席 在这个APAC会上 接见泰国总理的时候 说听说中国队赢了泰国 习主席自己都说 哎呀是偶然吧 我不认为他们有这个水平啊 水平起伏很大 习主席啊 也是实事求是的 他一听中国队 连泰国都能赢了 他不相信 里边啊有money 事实上 中国的足球确实这样啊 李铁啊 为了让他担任主教练的这个 武汉卓尔队 多几个人进这个 国家队 也跟武汉卓尔呀 弄了很多钱 六千万吧 六千多万 但这个事情 我们要为李铁 和中国足球说几句话 中国足球啊 是踢得很烂 但是 中国足球 搞这个腐败 是吧 李铁干这个 那他还是得正儿八经 在球场上比赛 也得11个人 对11个人 他不敢弄12个人 对11个人 是吧 那也得正儿八经比 还有裁判 还有电视转播 对吧 那你也得 光天化日下阵型 所以中国足球 还是有一定透明度的 虽然他搞得很烂 那别的领域 有中国足球这样的透明度吗 没有 舆论监督 荡然无存 像这种事情 足球包如果能捅出来 也行 他没有 就算是连范志毅这样的 前国家队队长 老大哥 他在自己的那个 参加那个脱口秀大会 他去客串 讲了几个 关于中国足球的段子 范志毅的那个视频 马上就被下架了 你看 连开个玩笑都不行 那你还怎么指望 李铁 他们不上下其手 开始乱搞呢 那肯定会乱搞啊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 选择性的 搞到离铁头上了 搞到足球领域了 那就搞 搞不到了 继续接着干 继续接着干 所以这个问题啊 习治标不治本 他呀压根也不想治这个本 治这个本怎么办 很简单嘛 实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弄呢 你就怎么弄 财产公开 舆论监督放开 增加透明度 关键是法治 法治 法治 严格说来 你让这些商人 说这些商人 向政治领域渗透 这词我听着很反感 我为这些商人要说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有 宪法规定的 充分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你不让他从事政治活动 他怎么行使政治权利啊 我认为商人有权利搞政治 谁规定了商人不能搞政治 对吧 关键是 你这个政治是怎么搞的 你笼统的把这个商人向政治领域渗透 当成一个罪名来说 我认为这种属于 铁帽子 这种属于这个blanket accusation 就是一个地毯式的 一个帽子 把谁往里装 这个一套一个准 关键是 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商人搞政治 人家如果正常办 办不下来 不行会咋办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选择性的反腐 扩大化的反腐 会成为2024年特别显著的一个特征 那当然 习主席做这个事情 我总体来讲 还是要举大拇指 举以赞颂的 我特别支持习主席在这方面 多这些工作 啥 党要管党 你既然是党的总书记 你先把党管好 权利以赴 玩命的反腐 没问题 你把精力啊 就用在管自己的队伍 管自己的干部身上 这对 但是呢 你就把社会经济怎么运行 怎么管房地产 怎么管金融 你交给人家专业人士 有问题 法律出来算 你管好自己的党 就挺好 因为你现在除了管党 东西南美中 工农兵学上 你都要管 结果管的就四不像 你也管不过来 对不对 社会的发展日趋复杂 现在连AI都出来了 对了 我还得贴几个视频 贴几个照片 我说 给我来张照片 是这个讲 记者都跟习主席 问这个秦刚的下落 还有这个中植爆雷 恒大爆雷 你给我画张图片 讲讲目前这个情况 人家这个 ChatGPT 不到一分钟就画出来了 画得非常好 社会已经这么复杂了 你靠一党 一党里面只靠一个人 管这十几亿人 那天天都是灾难 都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都要管 就等于自己给自己上套 还把自己的威望 把自己本来应该有的那份威信 给搞得荡然无存 那这次习在这个新年赫斯里面也说了 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很简单 不复杂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但过上好日子怎么办 一个是身上舒服 一个是精神上舒服 是吧 好日子前提是发展经济 那这些年尤其是动态清零这个折腾 还有现在这个政治挂帅 经济一落千丈 元气恢复不了 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 现在你要重整经济 但是外部环境有这么不友好 美国是一枪接一枪 一棒接一棒 不好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边号令要发展经济 一方面 政治和国家安全这只手就是不放 全民抓间谍 蠢蠢欲动 两手都要抓的结果 最后是两手都硬不起来 这就导致了犯安全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看昨天那个 有点新闻报道了 中国又开始放松 世界各国到中国落地签证的这个政策 就以前啊 你的金钱身 现在没关系 你来吧 来了以后 就地在北京机场直接给你签证 这都方便 但是这都是亡羊补牢 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他们不来啊 不是因为办签证麻烦 不麻烦 不来是因为安全得不到保障 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的环境 对他们来讲 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才是他们不来的原因 所以整个2024年啊 开局就是一副肃杀之气 股市开盘黑 我看到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 说啊这个 胡锡进啊 唯一叼不住的盘 就是大盘 而且说的多好 连胡叼盘都叼不住大盘 一个阵就掉 经济情况不好 政治领域啊 这么个反腐法啊 行贿啊 受贿一起抓啊 苍蝇老虎一起打 玩命的搞 那让各级的官员 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平躺平 再躺平啊 宁愿不干也不能出事 所以这种不作为 躺平的心态啊 会贯穿整个2024年啊 那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观察 2024年底的时候 咱再看看今年年初做的节目 看看情况 到底是不是这样 好 欢迎您啊 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习主席 一路高歌猛进 继续反腐 能反出什么新的花样来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美丽的语言 声调语言的轻微厌恶 隐性声音的强烈偏好 语言的吸引力研究 语言评分的地区偏见 世界上最可爱的语言是什么 Economist 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 所有语言都是有价值 富有表达力和复杂的 他们通常将负面态度 归因于偏见和政治 这可能是为什么 没有人仔细研究哪些语言 被认为是美丽的或丑陋的 敏感问题的原因 直到去年 三位学者安德烈 阿尼金 尼古拉 阿谢耶夫 和尼克拉斯 爱尔本 约翰松 发表了他们对228种语言的研究 他们想到了 十一部关于耶稣生平的在线电影 该电影已经用数百种语言录制 至关重要的是 大多数录音 至少有五个不同的演讲者 因为电影既有解说词 又有对话 该团队招募了来自 三个不同语言组的820人 汉语 英语 和陕族语 阿拉伯语 西伯来语 和马尔他语的人来听取片段 并评价语言的吸引力 他们发现 几乎所有的228种语言 在某些因素控制下 评分非常相似 下文将详细介绍 在1到100的评分中 所有语言的评分 都在37到43之间 大多数在39到42之间 见图表1 评分最高的是 Talk Pizzing 一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的英语混合语 评分最低的是车辰语 这三个语言组在偏好上大致一致 但是最佳和最差的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 而个别评分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大 因此 没有人应该被诱惑以任何权威的方式 将Talk Pizzing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的追寻与研究 在对语言美学的探索中 研究者们长期致力于揭示不同语言的吸引力 然而 这项任务受到了主观性的极大挑战 语言的美感 往往与文化 个人经历 和心理认知紧密相关 使得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一概念变得模糊不清 声调语言的轻微厌恶 在对语言吸引力的研究中 声调语言 那些使用音高变化来区分意义的语言 常常遭遇轻微的偏见 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 以声调语言为母语的群体中 研究表明 这种厌恶可能源于声调语言的复杂性 和对非母语听者的挑战性 女性声音的强烈偏好 在多项研究中 女性的声音普遍受到了更强烈的偏好 这可能与女性声音的音调和音色有关 通常被认为更加悦耳和柔和 这种现象跨越了文化和地域的界限 显示出对女性声音普遍的审美偏好 语言的吸引力研究 语言的吸引力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 涉及语言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等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和调查 试图了解语言之美的本质 2022年的一项研究 使用了电影耶稣的声评的多余种配音 来评估不同语言的吸引力 这项研究为理解语言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语言评分的地区偏见 研究揭示了在语言评分中存在的地区偏见 受试者往往偏好他们认为 来自某些特定地区的语言 如美洲或欧洲 而对其他地区的语言给予较低的评价 这种偏见反映了地缘政治 文化影响力 以及对外国语言和口音的潜意识态度 邹上所述 语言的吸引力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它不仅受到语言本身特性的影响 更与听者的背景 文化和个人偏好息息相关 尽管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见解 但语言之美仍然保留着其神秘和主观性 难以用简单的度量标准来衡量 在研究中 哪些因素被认为会影响一种语言 被视为美丽 语言美学评价的因素探讨 在语言美学的评价领域 研究者试图识别和理解 影响语言吸引力的多种因素 这些因素往往是多维度的 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学 社会文化 以及语音学特征 熟悉度与语言吸引力的关联 研究发现 熟悉度是影响语言美感评价的一个关键因素 人们倾向于对自己熟悉的语言 有更正面的评价 这种现象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包括2022年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利用耶稣的生平电影的多余种配音 来评估语言吸引力 文化与地域偏好 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 也显著影响语言的美感评价 特定地区的语言可能因为起语权利 经济或文化影响力的关联 而被认为更具吸引力 例如 某些欧洲语言可能因为与历史悠久的文化和艺术联系 而受到偏好 语音学特征的影响 语音学特征 如音速 音调和韵律 也被认为是影响语言美感的因素 某些因素的组合或声调的使用 可能会被特定听众群体视为更悦耳 然而 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找到普遍适用的规律 表明个体差异在评价中起着重要作用 性别与声音偏好 性别在语言评价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指出 女性的声音普遍受到更强烈的偏好 这可能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女性声音的音调和音质通常被认为更加柔和和悦耳 语言的社会心理影响 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 它还承载着社会心理层面的意义 一种语言可能因为与某个受尊敬的群体或有影响力的个人相关联 而被认为更有吸引力 这种现象在名人效应或特定社会群体的语言使用中尤为明显 周上所述 语言的美感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研究者们继续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单独和相互作用 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感知 尽管存在个体差异 但对语言吸引力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 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和意义 如何衡量和比较不同地区人群对语言吸引力的地区偏见 语言吸引力地区偏见的衡量方法 语言吸引力的地区偏见是指人们基于地理、文化或社会因素对不同语言的主观偏好 衡量和比较这种偏见需要一系列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衡量地区偏见首先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研究方案 其中包括对不同地区人群的代表性样本选择 这些样本应该涵盖不同的语言背景、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 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比性 调查问卷与评分系统 研究者通常会使用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 这些问卷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偏好和地区认知的问题 评分系统可以采用Lacart量表或其他评分工具 来量化受访者对不同语言的吸引力感知 实验材料的选择与控制 实验中使用的语言材料必须经过精心挑选和控制 以确保各个地区的受访者评价的是语言本身 而不是内容或说话者的影响 例如 可以使用同一段文本的不同语言翻译 由标准的母语言讲者朗读 统计分析与结果解读 收集到的数据需要通过统计分析来处理 以识别和比较不同地区人群的语言偏好 这可能包括方差分析、A01、回归分析或其他统计测试 以确定地区偏见的存在和强度 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 具体的案例研究可以提供实证数据支持 例如 2022年的一项研究 使用了耶稣的生平电影的多语种配音来评估语言吸引力 涉及来自不同地区的820名受访者对228种语言的评价 跨文化比较与交叉验证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跨文化比较和交叉验证是必不可少的 这意味着在不同文化和地区重复实验 并对比结果 以确认发现的地区偏见是否具有普遍性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在解读研究结果时 必须考虑研究的局限性 如样本大小、实验材料的选择和评价标准的主观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增加样本量 改进实验设计和采用新的技术手段 来提高研究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总结 衡量和比较不同地区人群 对语言吸引力的地区偏见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它要求研究者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全面的分析技术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作用 以及如何跨越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 有哪些研究表明人们对女性声音有强烈偏好 这种偏好在语言评分中是如何显现的 女性声音偏好的研究现象 在语言吸引力的研究中 一系列实验和调查表明人们普遍对女性声音有强烈的偏好 这种倾向跨越了文化和地域 成为语言评价领域的一个重要发现 声音偏好的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研究皆是 女性声音通常被认为更温暖 更具亲和力 这种感知可能源于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 以及文化因素中对女性声音的社会化期望 实验设计与语音材料 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以评估受试者对不同声音的偏好 实验材料包括了男性和女性发音者录制的同一段文字 确保内容一致性 以便更准确地衡量对声音性别的偏好 统计分析与性别差异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研究者发现女性声音普遍获得了更高的评分 这种差异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表明性别偏好在语音评价中是显著的 跨文化研究的结果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女性声音偏好的普遍性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文化中 女性声音都倾向于被评为更吸引人 案例研究与实证证据 例如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 使用了耶稣的生平电影的多余种配音来评估语言吸引力 研究发现 即使在控制了语言种类和区域因素之后 女性声音依然得到了更高的评价 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社会和文化背景可能影响人们对声音性别的偏好 在某些文化中 女性的声音与温柔和关怀的特质相联系 这可能加深了对女性声音的偏好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存在明显的偏好 但研究也指出评价女性声音的标准 可能受到社会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如何与生物学特征相互作用 以及如何影响对声音的偏好 总结 通过一系列科学研究 女性声音在语言评价中的偏好现象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这种偏好不仅反映了声音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特性 也受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此现象的深入理解 有助于我们认识到 性别如何在语言交流和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为你带来了关于语言美学的一些有趣研究 我们先谈到了世界上最可爱的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 然后介绍了一项关于语言美感评价的研究 以及人们对女性声音的骗好 我们发现 对于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个问题 研究者们意见不一 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而人们对语言的美感评价 受到文化 个人经历 和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在研究中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声调语言 也就是使用音调来区分意义的语言 常常受到轻微的偏见 这可能是因为声调语言的复杂性 对非母语者来说更具挑战性 另外 女性声音普遍受到更强烈的偏好 可能是因为女性声音的音调和音色 被认为更加悦耳和柔和 研究者们还尝试识别和理解 影响语言吸引力的其他因素 熟悉度 文化背景 语音学特征 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都对语言美感评价有所影响 然而 语言美感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难以用简单的度量标准来衡量 对于地区偏见的研究 研究者们采用了严谨的研究设计 和统计分析方法 以衡量和比较不同地区人群 对语言吸引力的主观偏好 通过调查问卷 实验材料的选择和控制 以及统计分析与结果解读 研究者们逐渐揭示了 地区偏见的存在和影响 最后 我们也要注意到研究的局限性 如样本选择 实验材料的选择 和评价标准的主观性 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索 语言美感评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在语言评价中的作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对这些研究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 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什么 你对女性声音的偏好 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和提问 我期待听到您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 各大菜系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醋溜木虚肉 酸甜滑爽的肉丝舞蹈 二 龙井虾仁 茶香轻盈的虾仁芭蕾 三 宫宝鸡丁 辣酥咔嚓的鸡丁摇滚 烂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醋溜木虚肉 酸甜滑爽的肉丝舞蹈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中国菜的经典之作 醋溜木虚肉 这道菜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准备好你的筷子 因为我们即将开启一场 酸甜滑爽的肉丝舞蹈 首先 让我们来解构 一下这道菜的名字 醋溜 这不仅仅是一种调味手法 更是一种艺术 想象一下 当醋与热油相遇 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的化学反应 就像是舞台上的火花四件 木虚 传说中原自于木西菜 一种类似于金针菜的食材 但现在 常常被木耳代替 它们在菜中如同古老树木的枝鸭 增添了一丝丝的野性风味 至于肉 这里通常指的是猪肉 它被切成细丝 在醋的伴奏下 翩翩起舞 这道菜的历史悠久 据说源自于清朝 当时的厨师们 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 姜酸 甜 咸 辣 香五味调和的恰到好处 创造出了这道色 香味俱全的佳肴 而今 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也是许多外国朋友 对中国菜的初次印象 制作醋六目虚肉 首先要将猪肉丝 用酱油 料酒 淀粉等腌制 这一步 就像是威肉丝穿上了一件华丽的舞衣 然后 将木耳 胡萝卜 黄瓜等蔬菜切丝 这些蔬菜丝就像是舞台上的配角 它们的任务是衬托主角 肉丝的风采 接着 热锅冷油 肉丝下锅 迅速翻炒 这时候 你会听到油锅中的滋滋声 那是肉丝在告诉你 我正在跳舞呢 当肉丝炒至变色 蔬菜丝加入 继续翻炒 然后是最关键的一步 加入调好的醋和糖的混合液 这一刻 整个厨房都会被酸甜的香气所充满 那是一种让人食指大动的味道 最后 快速翻炒均匀 让每一丝肉和蔬菜都沾满醋和糖的酱汁 这就完成了 醋溜木虚肉的魅力在于它的平衡 酸甜的醋汁与滑嫩的肉丝完美结合 蔬菜的清脆与肉的鲜嫩形成对比 每一口都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段历史 一场文化的交流 一次味蕾的冒险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 这道醋溜木虚肉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肉丝和蔬菜丝在你的碗里翩翩起舞 它们是如此的和鲜语美妙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舌尖上的艺术表演 Bon Appétit 或者我们应该说 开动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龙井虾仁 茶香轻盈的虾仁芭蕾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道在中国菜谱中 翩翩起舞的佳肴 龙井虾仁 这道菜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 更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 它将由雅语精致融味一体 就像一场茶香轻盈的虾仁芭蕾 首先 让我们来揭开龙井虾仁的神秘面纱 龙井虾仁 顾名思义 是由两大主角组成的 一是品质上乘的龙井茶 二是新鲜坛牙的虾仁 龙井茶 这位出生于浙江杭州的绿茶贵族 以其独特的香气和甘醇的口感闻名于世 而虾仁则是海洋中的舞者 以其细腻的质感和鲜美的味道俘获人心 这道菜的制作看似简单 却需要厨师高超的记忆 首先 虾仁要经过精心挑选 去壳去尝后 还要用刀背轻轻拍打 使其更加鲜嫩 接着 将虾仁与茶叶一同下锅 这时候 厨师的火候掌握就显得至关重要 火太大 虾仁就会变老 失去弹性 火太小 茶香就无法充分渗透进虾仁之中 只有火候恰到好处 才能确保虾仁犹如芭蕾舞者 在舞台上轻盈旋转 茶香则思悦曲中的旋律 引领助虾仁翩翩起舞 当然 龙井虾仁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 这道菜的色泽也是一绝 虾仁的粉嫩与龙井茶的翠绿相应成趣 宛如春日里的桃花 搭配上新长处的嫩叶 让人一看就食指大动 传说中 这道菜还曾经得到了 清朝乾隆皇帝的青睐 据说 乾隆南巡至杭州 品尝了 这道结合了当地名茶与海鲜的绝妙创意后 赞不绝口 甚至还辞名为龙井虾仁 从此 这道菜便成为了宫廷菜药中的佼佼者 流传至今 总之 龙井虾仁不仅是一道菜 它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一种历史的传承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 中国烹饪的精妙与深邃 每一次品尝 都像是在欣赏一场精致的虾仁芭蕾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时候 不妨闭上眼睛 想象那些虾仁在你的味蕾上轻盈地跳跃 而那茶香 就是他们优雅舞姿的最佳伴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龚宝鸡丁 辣酥咔嚓的鸡丁摇滚 龚宝鸡丁 这道菜名听起来 就像是一位古代武林高手的称号 其实它是中国四川省的一道传统名菜 以其鲜 香 麻 辣文明于是 让人一尝 就忘不了那苏咔嚓的口感和辣中带甜的滋味 要谈起龚宝鸡丁的来历 我们德士光 倒流到清朝 当时有一位名叫丁宝珍的官员 他不仅是位全清朝野的大官 还是各得道的美食 爱好者 丁宝珍的官衔是龚宝 也就是保护皇宫的大臣 这个头衔 在他的名字旁边挂住 就像是现代人在社交媒体上的验证勋章一样醒目 而这位宫宝大人对食物的热爱 让他的私人厨师发挥创意 炮制出了一道 既能满足他的味蕾 又能显示他地位的佳肴 宫宝鸡丁 这道菜的精髓 在于鸡肉的鲜嫩和花生米的酥脆 还有哪里人唇齿流香的辣椒和花椒 当你咬下一块鸡丁 先是外皮的酥脆 接着是内里的多汁 然后是花生米的咔嚓声响 最后辣椒和花椒的麻辣味道在口中绽放 这就是一场味蕾上的摇滚演唱会 宫宝鸡丁的流行 也反映了中国菜对于平衡味道和质地的讲究 它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一种对于食材和调味的极致追求 如今 无论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还是世界各地的中餐馆 宫宝鸡丁都以其独特的风味 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宫宝鸡丁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位宫宝大人的好情与厨师的巧手 以及这道菜 如何从一个官员的私房菜 摇滚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美食经典 咔嚓一声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场味蕾的摇滚盛宴吧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中国菜中的三道经典之作 醋溜木须肉 龙井虾仁和宫宝鸡丁 这三道菜各具特色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味的享受 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 醋溜木须肉 这道菜通过酸甜的醋汁和滑嫩的肉丝的完美结合 展现了中国烹饪的平衡之道 它不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段历史和文化的交流 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中国菜的博大精深 龙井虾仁 这道菜将茶香与鲜美的虾仁融为一体 展现了中国烹饪的精妙和细腻 它不仅让我们品尝到了茶的风味 还让我们感受到了烹饪记忆的奥妙 让我们在舌尖上享受到了一场虾仁芭蕾的表演 龚宝鸡丁 这道菜以其苏咔叉的口感和腊中带甜的滋味 成为了中国菜中的经典之作 它展现了中国菜对于平衡味道和质地的极致追求 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菜品背后的文化底蕴 这三道菜各有千秋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烹饪的魅力和多样性 不仅如此 这些菜品背后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它们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现在我想问一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什么关于这些菜品的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大家收看 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24年的第一次紧张投票 中国人权2023 即便微小的自由空间也被消灭 中国经济能否恢复活力 解读12月份的贸易和通胀数据 请大家收看 2024年的第一次紧张投票 彭博社 1月11日的台湾总统选举 对于与中国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执政的民进党长期以来 一直追求与大陆的独立战略 这导致北京方面通过军事演习表达不满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在民调中略微领先其他两位候选人 然而 选民对赖清德并不感到兴奋 而台湾的经济困境可能对他不利 该国最近下调了增长预测 预计经济增长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速度 如果赖清德获胜 中国很可能会加大对台湾的敌对态度 中台战争或者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战争 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人权2023 即便微小的自由空间也被消灭 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 其中中国的部分写道 高压统治以及日益严密的社会控制 正在对该国经济和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权观察组织发表 《2024世界人权报告》 批评习近平执政于十年后的2023年 中国政府的镇压和社会控制变本加厉 但同时 未了在经济下行时吸引外资 北京对西方的唇枪舌剑似乎略有收敛 报告写道 在西藏和新疆 只要和海外亲友联系或提倡本土文化 语言和宗教就可能被视为分裂分子判处重刑 在整个中国政府进一步紧缩社会控制 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 即便微小的自由空间也被消灭 在香港 中国政府自2020年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已全面掌控这座城市 有关维吾尔人的命运 报告写道 中国政府对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文化迫害 和任意居留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 但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内的许多政府却保持沉默 9月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维吾尔文化学者 热伊拉达吴提 Rahel Daut传出背叛终身监禁 许多海外维吾尔人与新疆境内亲人联络 仍极为困难或完全失联 与此同时在西藏仍实施强迫同化 而极端的资讯控制导致外界难以取得 与查核有关该地区的资讯 在香港 因国安以及煽动罪名已有至少279人被捕 港府还悬赏通缉13名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及前议员 以此将对香港社运人士的恐吓 推展到中国境外 75岁的《苹果日报》创刊人黎智英案 12月初开庭审理 而在中国内地 人权律师仍面临持续迫害 1月 当局释放强迫失踪398天的人权律师唐吉田 3月 律师秦永沛被判入狱5年 4月 知名法律学者许志勇 律师丁家喜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监禁 4月 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妻子许燕 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北京大使途中 被当局逮捕 同时 人权律师王全璋 王宇和包龙军遭软禁 5月至6月 王全璋和李文足夫妇在警方持续骚扰下 被迫搬家13次 5月 人权法律工作者郭飞雄被判8年监禁 他曾于2021年试图赴美探望病危的妻子 但在上海国际机场被捕 其其余一年后病故 7月 人权律师卢斯韦在前往泰国途中 遭辽国逮捕 后被遣返中国 一些社会活动人士也遭逮捕 9月 记者黄雪晴和公运人士王健斌 因带动MeToo运动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民众的普遍境遇 报告也提到千千万万民众普遍的人权境遇 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与2022年底戛然而止 由于民众以及医疗机构大多毫无准备 新冠病毒感染 住院和死亡人数暴增 中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指称 2022年12月在院死亡病例约6万例 但真正的死亡人数在严厉的言论控制下难以得知 2020年 亲赴武汉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仍在狱中 7月因健康恶化被转入监狱医院 2022年底 白纸运动部分参与者被取保释放 但3月 因在网上发布白纸运动视频 而被捕的维吾尔大学生卡米莱瓦一提 Kameli Weitt被判三年监禁 罪名是宣扬极端主义 宗教自由 在宗教自由领域 警方逮捕 拘押并骚扰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 所谓非法宗教团体领袖和成员 并干预他们 从宣传教义到举巴儿童夏令营等各种和平活动 并直接取缔这些团体 在穆斯林占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 当局透过关庭 拆除或改建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圆顶 来推动中国化 消除外来影响 在云南省 当局拆除那家迎亲真寺的伊斯兰特色建筑 5月引发罕见抗议活动 社会事件 此外 报告也记录了一些引起强烈反响的社会事件 封县铁链女事件的被告 董志明于4月 因非法监禁罪 被判9年监禁 2022年 有网民拍摄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花梅 被铁链拴在破屋里的影响 当地官员一再阻挠县民搜寻他的出身 但据信他是被人贩子卖给董志明并遭性奴役 产下八孩 长年生活在镣铐之下 5月 中国政府对一家喜剧公司罚款人民币1470万元 因为该公司旗下一人李浩时 在脱口秀表演中将人民解放军与狗相提并论 对经济与社会的损害 习近平主席掌权十几年来的高压统治 以及日益严密的社会控制 正在对中国经济与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 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说 中国政府未能认真解决人权侵害 导致整个社会从年轻世代到企业高层 都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感 各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 一个更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中国政府 才能有利于各国的长远利益 王松莲说 一贯坚定的公开关切人权问题 是推动改变的第一步 美国众议院中国小组要求英特尔 英伟达和美光公司的负责人作证 金融时报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 要求英特尔、英伟达和美光的首席执行官 在国会作证 作为其对在中国有利益的公司 加强审查的一部分 自从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的首席执行官 反对拜登政府收紧半导体相关出口管制的计划以来 该委员会对让芯片制造商作证更感兴趣 此举旨旨在增加对在中国有重要业务或销售的公司的政治压力 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参加初选投票 华盛顿邮报 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决定允许唐纳德、特朗普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 并表示将等待美国最高法院考虑他是否有资格参选的问题 上个月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和缅英州的国务卿确定 特朗普在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之前和期间参与了叛乱活动 这将阻止他再次参选 特朗普已对科罗拉多州的决定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将于2月8日听取有关此事的论证 最高法院的决定很可能决定特朗普是否能在2024年在所有州参选 朝鲜有意的侵略行为太永浩 外交官 朝鲜最近的炮击演习是金正恩试图在即将到来的韩国大选和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更可接受的结果 金正恩向美国总统候选人发出信号 表示现在是时候与平壤进行一对一的重新谈判了 因为朝鲜现在拥有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导弹 同时金正恩正在为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准备 平壤的最终目标将是破坏和瓦解美国 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军事合作、伙伴关系 前康涅狄格州市长候选人承认1月6日国会大厦入侵指控成立 美联社 康涅狄格州前市议员吉诺、迪乔瓦尼、Gino Di Giovanni Jr. 在面临于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有关的指控时 赢得了共和党市长初选 并对他在华盛顿的行为认罪 迪乔瓦尼承认了一项非法入侵的指控 最高可判处6个月监禁 他的律师表示 迪乔瓦尼没有破坏任何东西或强行闯入国会大厦 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留在了里面 迪乔瓦尼的判决将于4月15日进行 已有超过1200名被告被控国会骚乱相关的联邦罪刑 其中超过90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 缅甸军方和武装民族团体同意停火 中国表示 日经亚洲 据中国外交部称 缅甸的军政府和武装民族团体 已经同意了由北京斡旋的停火协议 这项停火协议得到了军方和三个武装团体联盟的批准 要求立即停止战斗并撤军 和平谈判在中国昆明举行 中国希望缅甸各方能够执行停火协议 并继续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问题 自10月以来 缅甸东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冲突一直在升级 波音公司发现责任感有点晚了 彭博社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 卡尔霍恩承认 在一架737 MAX 9飞机的辅助出口门 在飞行中突然打开的事故后 公司的生产流程存在错误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暂时停飞了171架 波音737 MAX 9变种飞机 以进行检查 卡尔霍恩承诺公司将对其流程更加负责 然而 该公司已经因此事故而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其调查将重点关注波音是否未能确保交付给客户的飞机 符合其批准的设计要求 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财政法案 南华早报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三项 旨在加强美国对台湾支持的跨党派金融法案 第一项法案支持将台湾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 第二项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在对台湾构成威胁时 将中国排除在银行组织之外 第三项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IMF推动中国提高汇率透明度 这些法案现在需要在参议院通过后 由乔·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为降息年做好准备 金融时报 资本经济学预测 2024年各国央行将累计降息约35个百分点 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息幅度 这是由于通胀放缓 以及之前货币政策收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市场也在预测大多数央行 包括美联储 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将降息或保持政策不变 预计新兴市场今年将出现一些最大的降息幅度 分析师预测 许多国家的降息周期将持续到2025年 印度再次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 日经亚洲 2023年 印度的新车销量增长了7% 达到了5079,985辆 印度仍然保持着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的地位 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但超过了日本 乘用车销量增长了8% 达到了410万01600辆 而商用车销量增长了5% 达到了97万8385辆 日本的汽车销量增长了14% 达到了477万9086辆 随着印度人口的增长 印度的汽车市场继续扩大 其人均名义 GDP表明耐用品市场 还有增长空间 日本陵墓的子宫司马鲁蒂陵墓 在印度的乘用车市场上 占据着40%的市场份额 并计划将其在印度的年产能 从225万辆增加到2030年的400万辆 此外 印度的摩托车销量 在2023年增长了9% 达到了1707万5160辆 韩国在CES的主要创业区大肆投资 而中国则保持低调 日经亚洲 韩国在2022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上的参展规模最大 有近500家政府补贴的初创企业 展示了各个领域的产品 法国以135家初创企业的规模位居第二 台湾有96家初创企业 日本有52家 在Eureka Park展区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初创企业 但在展会的其他区域可以找到中国的初创企业 中国经济能否恢复活力 解读12月份的贸易和通胀数据 南华早报 2023年12月 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2.3% 超过了预期的2.1%增长 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去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基数较低 相比之下 中国的进口同比仅增长0.2% 低于预期的0.3%增长 分析师指出 进口增长仍然疲软 特别是在加工贸易方面 这表明 跨国公司正在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出去 中国12月份的总贸易顺差为753亿美元 高于11月的683亿美元 然而 中国对美国 欧盟和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 在12月份出现下降 在通胀方面 中国1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下降了0.3% 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疲软影响 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在12月份连续第15个月下降 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疲软 和全球能源价格下跌 展望未来 分析师预计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出口增长 将受到高借款成本 和全球需求疲软的限制 通胀预计将保持低位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缩略有缓解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经历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下滑 南华早报 2023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3.1% 创下近30年来的最大降幅 然而 分析师们认为 这一下降并不意味着 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真正减少 而是全球供应链的延长 中国在其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出口下降部分原因是 2022年 美国进口商在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期间 提前储备了库存 形成了较高的基数 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 也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预计将在17年来首次失去对美国的最大出口国地位 地缘政治摩擦 关税以及努力将供应链多元化远离中国 是导致下降的关键因素 然而 专家指出 现在更多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经过东南亚和墨西哥绕道抵达美国 使得全面评估其影响变得困难 他们认为 只要中国保持具有竞争力的成本 并继续拥有先进的生产和物流网络 中国将继续是全球贸易格局中的重要一部分 特朗普市政治戏剧震动波兰 更多将至 彭博社 波兰面临着自共产主义结束以来最大的民主考验 因为总理唐纳德 图斯克试图将民族主义政府赶下台 图斯克的选举承诺 是在上台后24小时内扭转国家的方向 但过渡过程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由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 激起了支持者的情绪 并指责图斯克政府试图摧毁波兰 并使其屈服于德国 该国目前正处于深化的宪政危机中 反对派议员警告可能会建立自己的议会或干扰立法机构 政府还需要在本月底之前批准其预算 目前 这种动荡还没有影响到市场 因为投资者对波兰重新成为欧盟核心盟友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 如果政府无法恢复波兰的法治 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满足欧盟的要求 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投资者表示 由于最大生产商对供应发出警告 油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 金融时报 哈萨克斯坦国家油公司Kazetan Prom 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商 他们警告称 在未来两年内可能会出现供应短缺 原因是硫酸的短缺 而硫酸是从矿石中提取油的必需品 这一消息进一步推高了油价格 自2021年初以来已经上涨了两倍以上 价格上涨是在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 多年的供应过剩之后出现的 哈萨克斯坦国家油公司的生产挑战 可能会进一步紧缩油市场 并推高价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为大家带来一周的新闻总结 在本周的新闻中 台湾总统选举 美国国会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调查 特朗普参选问题 朝鲜的侵略行为 波音公司的安全问题 以及中美贸易和通胀数据等 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 台湾总统选举对于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至关重要 无论最后谁当选 都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美国国会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调查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举动 可能会对这些公司产生压力 并影响中美关系 另外 特朗普参选问题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特朗普将会在最高法院 争取参选资格 这将对他是否能够在 2024年的选举中参选 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朝鲜最近的炮击演习 被认为是金正恩 试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获得更好结果的一个信号 这可能导致 与美国和韩国的关系 进一步恶化 另外 波音公司的安全问题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承认 公司的生产流程存在错误 这一问题可能对该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中美贸易和通胀数据 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 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的关注 同时 分析师预测 2024年 央行将继续实施降息政策 以上是本周的新闻总结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问题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光影流转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哈利 波特 魔法石的巧克力替身 二 阿凡达 蓝色皮肤的秘密 三 蜘蛛侠 彼得帕克的蜘蛛丝真相 耐魔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哈利 波特 魔法石的巧克力替身 各位亲爱的麻瓜 巫师和女巫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严肃 嗨嗨 我是说非常有趣的的话题 哈利 波特中的魔法石 以及他那不为人知的巧克力替身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魔法石是由伟大的炼金术士尼古拉 勒梅尔创造的 它拥有赋予长生不老和将任合金属变成纯金的神奇能力 然而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这样的石头还没有被发现 或者是被某位炼金术士偷偷藏起来了 谁知道呢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巧克力替身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年幼的巫师 刚刚收到霍格华兹的入学通知书 你会期待在学校里找到什么 当然是无尽的魔法和冒险 对吧 但是 如果你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偷偷潜入禁忌森林 发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巧克力石 那会怎样 这块巧克力石 可能不会让你长生不老 但它绝对能治愈任何形式的情绪低落 因为巧克力 还要能够提升心情的化学物质 而且 如果你在考试期间 或是面对食死图的时候吃上一块 它可能会给你那么一点点的额外勇气 或者至少让你感觉好一些 当然 这块巧克力石 不会让你的口袋里的铜板变成金币 但它可能会让你在朋友中的人气暴涨 因为 谁不爱分享一块美味的巧克力呢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当你们在阅读哈利 波特 和他在寻找魔法石的冒险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魔法石 其实是一块巧克力 那么故事会怎样发展 或许福帝魔会因为巧克力的诱惑 而变得心思手软 或者是哈利和朋友们会在寻找魔法石的过程中 享受更多的甜蜜时光 最后 我们必须承认 无论是真正的魔法石 还是它的巧克力提升 他们都提醒我们 生活中最重要的魔法 有时候就藏在那些小小的 甜蜜的乐趣之中 现在 如果你们允许 我将去悄悄检查一下我的办公室 看看是否有任何巧克力石在等待被发现 毕竟 作为一位教授 我有责任确保所有的魔法和巧克力都是真实的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阿凡达 蓝色皮肤的秘密 阿凡达 Avatar 这部由詹姆斯 卡梅隆 James Cameron 导演的电影 自2009年上映以来 就一期独特的蓝色皮肤的那美人 NASIX 和壮观的潘多拉星球 Pandora 景观 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心中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盛宴 更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但是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蓝色皮肤的秘密 以及它们背后可能隐藏的科学与幻想 首先 那美人的蓝色皮肤 为什么是蓝色呢 在地球上 蓝色生物并不常见 因为蓝色色素在自然界中较为罕见 但在潘多拉星球上 蓝色可能是一种进化的结果 也许是因为它在那里的环境中 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伪装 或者与其生物化学过程有关 不过 如果我们从艺术角度来看 蓝色可能是因为它在视觉上 既神秘又吸引人 能够让那美人与地球上的任何生物 都明显区分开来 再来 那美人的身高通常超过三米 这在地球上的人类中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我们假设 潘多拉星球的重力小于地球的重力 那么生物体可以长得更高大 不会受到过大的生物力学压力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潘多拉的植物 和动物都比地球上的同类生物要大得多 那美人与潘多拉星球上的 生物和植物之间的连接 特别是 通过它们的辫子 与其他生物连接的能力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设定 这种连接 被称为茨赫路 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电子学的奇迹 或者更幽默地说 是宇宙版的蓝牙技术 这种连接方式 让那美人能够与潘多拉的生态系统 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换 这在地球上的生物之间 是前所未有的 阿凡达中的科学与幻想结合的天衣无缝 虽然我们知道 蓝色皮肤的那美人 和它们的神奇能力是虚构的 但这部电影 却启发了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 生态平衡和人类 对自然世界影响的深刻思考 而且 它也让我们想象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遇到外星生命 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它们的文化和生物学 又会带给我们 怎样的启示和挑战呢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那美人的蓝色皮肤 和它们和谐的生活方式 也许是对我们这些地球人 一个温馨的提醒 保护我们蓝色的星球 和自然和谐共存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毕竟 我们还没有第二个 潘多拉星球可以逃离到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蜘蛛侠 彼得帕克的蜘蛛丝真相 各位亲爱的蜘蛛迷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位穿着紧身衣 在摩天大楼间 翩翩起舞的纽约英雄 彼得 帕克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蜘蛛侠 这位有助超繁体能 和蜘蛛感应的年轻人 最让人津津乐道地 莫过于他那神奇的蜘蛛丝了 但是 这些蜘蛛丝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这层神秘的面纱 首先 我们的成人 彼得 帕克的蜘蛛丝 是一种科学和奇幻的完美结合 在现实世界中 蜘蛛丝 是由蜘蛛的丝线 分泌出来的蛋白质纤维 它们具有惊人的强度和韧性 然而 我们的蜘蛛侠却能够随心所欲地 射出比钢丝还要坚韧的蜘蛛丝 并且用它来穿梭于城市的高空之中 这无疑是超越了现实生物学的范畴 在不同的蜘蛛侠故事版本中 蜘蛛丝的来源也有所不同 在一些版本中 彼得 帕克是在被基因改造的蜘蛛咬伤后 身体自然产生了这种能力 而在其他版本中 这位天才少年 则是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 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蜘蛛丝发射器 从而模拟出蜘蛛丝的功能 不过 不管是哪种版本 彼得 帕克对于蜘蛛丝的控制 都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他能够精准地射出蜘蛛丝 并在空中进行各种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这不仅仅是一种超能力的展现 更是对于物理学定律的一种大胆挑战 毕竟 要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 除了需要超人的反应速度 和肌肉控制能力 还得有一套 能够承受巨大拉力和摩擦力的蜘蛛丝材料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彼得 帕克需要为他的蜘蛛丝支付材料费用 那他的银行账户 可能会比他的蜘蛛丝还要脆弱 或者 如果他在飞速于城市时 不小心网到了一个披萨外送员 那么 他的下一场战斗 可能就是在法庭上 对抗一个索赔的诉讼了 总之 蜘蛛侠的蜘蛛丝 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超级英雄元素 它让我们的英雄 能够在城市的天际线上自由翱翔 同时也为他的冒险故事 增添了无限的可能性 不过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蜘蛛侠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先从攀岩和跑酷开始吧 至少这些运动不会让你意外地挂网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虚构世界中的神奇元素 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或者猜测吗 难道你也曾经梦想过拥有蜘蛛丝的超能力 或者想象过遇到外星文明的场景吗 无论你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讨论 记得 生活中最重要的魔法 常常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也许我们只需要打开心灵的窗户 就能发现奇迹 此次播报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神秘森林的奇遇 二时间旅行者的古老怀表 历史的秘密通道 三海妖的珍珠眼泪 爱与哀愁的深海传说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神秘森林的奇遇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严肃 嗨嗨 我是说非常有趣的学术话题 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神秘森林的奇遇 首先 我们的承认 这个话题在传统学术界中的地位 大概跟寻找袜子里的黑洞一样 是相当被忽视的 然而 这并不妨碍我们 对于独角兽这一神秘生物的深入研究 独角兽 这个存在于无数童话和传说中的生物 据说是马的近亲 但它们有助闪闪发光的螺旋状独角 以及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高贵气质 至于它们的栖息地 自然是只有最勇敢的探险家 才能找到的神秘森林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彩虹跳跃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 只有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 当阳光与雨水的爱情故事达到高潮时 才会出现 而独角兽 作为森林中的高级时尚达人 显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展示 它们优雅身姿的机会 它们会利用这种罕线的自然器官 进行一场华丽的跳跃表演 这就是所谓的彩虹跳跃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盛宴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独角兽通过彩虹跳跃 展示了它们对于美的追求 以及对于自然界和邪共处的尊重 当然 这也可能只是 它们在做一场高难度的有氧运动 谁知道呢 至于神秘森林的奇遇 那就更加多姿多彩了 据说 那里的每一片树叶都可能是一本未写的诗集 每一条小溪都可能是一首未唱的摇篮曲 而独角兽 则是这个森林的灵魂 它们的存在让这里充满了魔法和可能性 总之 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神秘森林的奇遇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它是一个关于美和邪语奇迹的象征 而我们 作为现代的学者 有责任将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 即使它们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毕竟正如某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说 现实是由那些勇于梦想的人创造的 所以 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心 继续在学术的海洋中寻找那些闪闪发光的独角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间旅行者的古老怀表 历史的秘密通道 各位时空的旅行者 历史的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时间旅行者的古老怀表 这不仅是一个怀表 更是一个历史的秘密通道 一个能让你穿梭于不同年代的神秘装置 当然 这里的时间旅行是一种比喻 但谁能保证 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角落 不真的存在这样的奇迹呢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幽默 物理学家会告诉你 时间旅行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实际上要实现 你可能需要一个质量无穷大的怀表 或者一个能够扭曲时空的超级黑洞 作为动力源 不过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怀表 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来上我的课了 因为你可以直接回到过去 听牛顿讲解万有引力定律 或者和爱因斯坦一起喝咖啡讨论相对论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实 谈谈这个古老怀表 这个怀表可能是一位 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的随身物品 或者是一位二十世纪初的探险家 在远征中携带的精密仪器 它的外壳 经过时间的洗礼 显得有些斑驳 但每一道刻痕都诉说出一段故事 每一次的地大声都是历史的回声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怀表 真的能够带你穿越时空 那么它的每一个摆动 都是一次历史的阅读 你打开表盖 指针所指之处 就是你的目的地 或许你会出现在古罗马的经济场 观看绝斗士的激战 或者你会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 语达文系讨论蒙娜丽莎的微笑 又或者你会出现在工业革命的英国 见证蒸汽机的诞生 当然 这些都是幻想 但这个古老怀表 确实是一个历史的秘密通道 它引领我们进入过去的世界 让我们通过它的指针和齿轮 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 每当我们仔细观察它 聆听它的低大声 我们就能够与过去的时光对话 与那些曾经拥有它 爱护它的人们建立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古老的怀表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它真的能够带你穿越时空 你最想去哪个时代 见证哪一段历史 而现在 让我们将这个怀表轻轻合上 将这段时空之旅的想象收藏起来 继续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探索和学习 谁知道呢 也许某天科学 真的能让这种奇迹成为可能 到那时 别忘了带上你的怀表 和一点幽默感 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 笑一笑 你会发现时间 不过是一串串珍珠 等着我们去一一穿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妖的珍珠眼泪 爱与哀愁的深海传说 各位亲爱的学海探险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 且充满咸鱼味的故事 海妖的珍珠眼泪 这个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爱与哀愁的深海传说 它更是一个 关于海洋保险和海员心理健康的 早期启示录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下 所谓的海妖 在古代航海者的想象中 是一种既美丽又危险的生物 它们通常被描绘成 半人半鱼的姿态 拥有天爱般的歌声 和能够让最坚定的 水手迷失方向的魅力 但是 这些海妖并不是只会 坐在岩石上 梳头发和唱歌 它们还有一项特殊技能 制造珍珠眼泪 传说中 当海妖为失去的爱人哀悼时 它们的眼泪 会化作最纯净的珍珠 沉入深海之中 这些珍珠 不仅仅是价值连城的宝石 更是蕴含住无尽的爱与悲伤 当然 这也让不少贪心的海盗 和冒险家们停而走险 想要潜入深海寻找 这些传说中的宝物 但是 这里有个小插曲 海妖的珍珠 眼泪并不是随便 哪个潜水新手都能找到的 据说 只有那些 真正懂得爱与哀愁的人 才能看见这些珍珠的光芒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些心狠手辣的海盗们 往往一无所获 而那些心怀柔情的水手 偶尔在捕育网中发现几颗 闪闪发光的珍珠 当然 这个故事也隐含住 一个深刻的道理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我们不应该忽视了 人性中的爱与同情 海妖的珍珠眼泪提醒住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深海中 爱的光芒 也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海边散步 看到那些 波光零零的海面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在那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 有一位海妖 正为了失去的爱人 默默地流下她的珍珠眼泪 而你是否能够懂得 那份爱与哀愁呢 现在 让我们收起地图 放下罗盘 结束今天的深海传说之旅 记得 下次再出海时 对那些传说中的海妖们 多一份敬意和理解 毕竟 谁不是在这茫茫人海中 寻找住自己的珍珠眼泪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了 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时间旅行者的古老怀表 以及海妖的珍珠眼泪 这些故事或许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但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却是真实而深刻的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 对历史的追忆 以及对爱与哀愁的感悟 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和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心 正如我们所说 学术不仅仅是枯燥的知识堆砌 而是一个关于探索 了解和共享的旅程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于独角兽的彩虹跳跃 时间旅行者的古老怀表 以及海妖的珍珠眼泪 有何感受 你是否也有一段 关于奇幻故事的回忆 或者是对未来的梦想和期许 让我们一起分享 一起探索 一起在学术的海洋中遨游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期待于你们在下一次的冒险中相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如何让家中的镜子焕然一新 二家庭圆艺 植物修剪的艺术 三客厅抱枕的变装游戏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如何让家中的镜子焕然一新 各位尊敬的家居美学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是如何让家中的难免 应照着我们日复一日变化容颜的镜子 焕然一新 你可能会想 这不就是拿块不擦擦吗 哦 不 不 这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几乎可以和练金术媲美 只不过我们练的不是金 而是光芒四射的清晰印象 首先 我们得了解镜子的本质 镜子 这个古老而神奇的物品 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各种神秘的力量 它能够反射真实 揭示内心 甚至在某些文化中 被认为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但在现代 它更多的是我们梳妆打扮的好伙伴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镜子上会积累灰尘 水渍 手印等各种污渍 使得这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变得模糊不清 那么 如何让这扇门户重放异彩呢 请跟随我 一起走进镜子的世界 第一步 准备工作 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魔法工具 微线微布 白醋 水 喷雾瓶 橡皮擦 干净的棉布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法器 用来施展我们的清洁魔法 第二步 制作魔法溶液 将白醋与水 按照1比1的比例混合 在喷雾瓶中 摇晃均匀 这个溶液是我们的主要魔法药剂 它能够有效地去除镜子上的污渍和水渍 第三步 施展魔法 将魔法溶液均匀喷洒在镜子上 但切记 不要过量 否则溶液会流淌 反而会留下更多痕迹 然后 用微纤维布以Z字形轻轻擦拭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擦拭痕迹 第四步 细节处理 如果遇到顽固的污渍 比如化妆品材流 可以使用橡皮擦 轻轻擦除 对于边角和难以触及的地方 可以用棉签或者棉布悉心清理 第五步 最后的祝福 在镜子完全干净后 用一块干净的棉布 轻轻擦拭 为镜子披上一层无形的保护罩 这样 你的镜子就会像新的一样 再次闪耀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镜子中的自己也随之焕然一新 这不仅是一面镜子的重生 也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每一次擦拭 都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 在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镜子前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 一面简单的镜子 而是一段旅程的开始 一次心灵的洗礼 而你 正是这个旅程的主人 这面镜子的魔法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家庭圆艺 植物修剪的艺术 家庭圆艺 这个听起来 平平无奇的活动 实际上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尤其是植物修剪这一环节 它不仅仅是对植物的美容 更是一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个绿色的世界 探索植物修剪的奥秘 同时不忘带上一点幽默 毕竟 谁说教授 就不能风趣呢 首先 我们得明白 植物修剪并不是随意的剪剪剪 这可是有讲究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去理发店 理发师闭着眼睛给你剪头发 那结果可想而知 同样 对植物来说 修剪是一种艺术 需要观察 思考和技巧 修剪的目的有很多 比如促进植物健康生长 控制形态 增加开花 或果实产量等 但是 如果你像处理过期信用卡 一样随意剪植物 那么最终的结果 可能是一场 植物界的剪刀手爱的话 有趣的是 植物修剪有时候 会让人联想到家庭教育 想想看 适当的修剪 就像是对孩子的适度管教 能够引导他们 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 而过度修剪 就像是过分严厉的家长 可能会抑制孩子的自然发展 所以 修剪植物时 我们要像一个明智的家长 既要有爱心 也要有策略 修剪植物时 还要考虑到季节 春天修剪 就像是给植物一个新年的决心 让他们焕发新的活力 秋天修剪 则像是给植物穿上一件保暖的毛衣 帮助他们安全度过寒冷的冬天 而夏天和冬天 通常不是修剪的最佳时机 这就像是在人们最忙碌 或最想休息的时候 打扰他们 通常不太受欢迎 在修剪的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发挥创意 塑造各种形状和风格 有些原因爱好者 喜欢将植物修剪成动物的形状 这就像是给植物界 举办一场化妆舞会 每个植物都试图 以最佳装扮亮相 而有些人 则更喜欢自然风格 让植物 按照他们的自然倾向生长 这就像是让孩子自由地 选择自己的兴趣和职业道路 最后 记住 修剪植物时要有耐心 这不是素食文化 不能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像烹饪一顿美味的大餐 需要时间和精心的准备 植物的成长和美化 也是如此 所以 亲爱的园艺爱好者们 下次当你拿起修支剪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艺术家 手中的剪刀 是你的画笔 你的花园 就是那幅等待着你创作的画布 记得 每一次修剪都是与自然的一次对话 而你 正是那位能够理解植物新生的园艺诗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客厅抱枕的变装游戏 在现代家居装饰的大舞台上 客厅抱枕 无疑是那个不断变装的戏精 这些不起眼的小配角 其实拥有着改变客厅氛围的神奇力量 让我们一起 探索这个被低估的家居元素 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首先 抱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 当时的抱枕多为石头制成 用来防止头发与地面接触 想想看 那时候的抱枕 可不是用来抱的 而是用来硬邦邦的支撑着你的头颅 幸运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抱枕从石头升级成了 今天我们所熟制的软绵绵 舒适亲肤的形态 在现代家居中 抱枕就像是客厅的时尚配饰 它们可以根据季节 节日或者心情变换不同的套装 春天来了 抱枕可能换上鲜花图案的衣裳 夏天可能穿上海洋风格的蓝白条纹 秋天则可能选择温暖的橘黄色调 冬天则可能披上厚厚的毛绒外套 抱枕的变装游戏 不仅仅是表面的颜色和图案变换 它们的材质和形状也是多种多样 有的抱枕喜欢装扮成丝绸的华丽公主 有的则更喜欢棉麻的朴素风格 有的抱枕是圆滚滚的 仿佛是沙发上的小胖子 而有的则是长条形的 像是沙发的忠实护卫 有趣的是 抱枕还可以成为家庭成员间沟通的媒介 想象一下 当家里的小朋友生气时 一个柔软的抱枕 就能成为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 而当情侣之间有了小摩擦 一个可爱的抱枕 可能就是和解的使者 总之 客厅抱枕的变装游戏 是一场无声的革命 它们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的家带来了 无限的可能性和乐趣 下次当你坐在沙发上 不妨多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些小家伙 他们可能正默默地等待着 下一次变装的机会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探讨了 如何让家中的镜子焕然一新 家庭圆域中植物修剪的艺术 以及客厅抱枕的变装游戏 镜子的清洁不仅是物质的清理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植物修剪需要观察 思考和技巧 就像是对孩子的成长引导 而客厅抱枕 则是客厅的时尚配饰 给家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乐趣 这些看似简单的家居美学小技巧 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智慧 它们不仅是我们打造舒适家居的手段 更是我们与自然 与家人 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所以 让我们在生活中 多一点关注细节的眼光 多一点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温馨舒适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经验可以分享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 让我们一起 打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居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